五代十国时期的湖南存在了一个国家 国号为楚 因国主姓马 史称马楚 公元951年 马楚被南唐所灭 后来马楚残余势力又驱赶走了南唐 重新躲下了湖南 不过因为没有了楚王的封号 所以后世用军号称呼这一时期的湖南 名叫五平 从公元951年到公元956年 五平内斗不止 五年间节度史换了三任 第三任节度史是周兴峰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丽辉 公元960年 赵匡印陈桥兵变做了皇帝后 受周兴峰兼任中书令 五平本来就是一职陈属中原 所以周兴峰自然的也接受了赵匡印的册封 继续向宋朝称臣 这个周兴峰咱们之前介绍过 他为官清廉 造福一方 遗憾的是他并不长寿 宋建隆三年九月 也就是公元962年 47岁的周兴峰 突然肾染重病 卧床不起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只得安排后事 他想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周保全 又担心他年幼无法服众 于是他造极不暇降校 对他们说 我儿保全 现在才十一岁 以后权杖诸公保护 境内官员大都公顺 但成州刺使张文表原本和我一起起于龙母 因为没有当上行军司马 一直洋洋不乐 我死之后 他避乱 如果他真的起兵作乱 就让杨诗凡领兵讨伐 众将听后自然领命 没多久 周兴峰病死 其指周保全即位 等复告传到横州 张文表一听周兴峰并没有把位置传给他 果然大怒 说道 狠话虽然放出来了 但他也没有立即起兵 过了几天 周保全因为拆击张文表 让张文表签证永州 张文表带兵走到横阳 率众就地反叛 他们身穿稿素 假借奔商的名义 转头向北 想要拿下郎州 潭州首将是行军司马廖检 他述来看不起张文表 虽然他知道 张文表并没有听领前往永州 而是向北而来 但他却丝毫的不在意 依旧设宴饮酒作乐 正在他喝得高兴的时候 外面传来张文表带兵来到的消息 没想到廖检依旧不以为意 还对一起喝酒的人说道 张文表 如果真的来了 看我如何倾注他 话刚落音 张文表带人冲了进来 廖检喝得现在连弓箭都拿不起来 自然无法反抗 不过这个廖检也是个汉子 刀架在脖子上 还依旧破口大骂张文表 张文表一气之下 砍了廖检 就这样张文表占据了潭州 并自称为武平留后 周宝全直到张文表占据了潭州 连忙让杨师藩带兵讨伐 小孩子果然还是没有定力 他刚把杨师藩派出去 还没有交战呢 却又担心杨师藩打不过张文表 又连忙前使向京南和宋庭借兵 京南结读史 现在是高继冲 也是刚刚即位 他得知消息后 上了一道咒书给赵宽映 把湖南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赵宽映这边 虽然他这几年一直专心的进行改革 但也时刻关注着其他各国的情况 之前他就派了卢怀忠出使京南 让他打探京南的虚实 卢怀忠在京南转了一圈 回去对赵宽映说 现在赵宽映得知湖南兵乱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就赵入宰相范智说道 江陵国弱 如果借到南下顺势攻下 岂不是一举两得 范智听后点头认可 等过老年 赵宽映让慕容颜昭为主帅 李出云为都监 在香州会师南下讨伐张文表 在这里咱们多说一句 慕容颜昭现在是三人东道截斗使 住属在香州 让他为主帅 应该是因为他立得近 在陈桥兵变动的小角色李出云 现在已经升任了书名副使 他才是这次出兵的实际领导者 赵宽映自然也把路过静南 顺便把静南收拾了的想法告诉了他们 李出云和慕容颜昭 在香州会师后 派丁德玉先行一步前往江陵 丁德玉来到江陵 说王师要借到江陵 让高纪聪提前准备靠军之务 高纪聪和慕容颜映商议 觉得肯定不能让宋军进江陵城 就借口说怕百姓清荒 自己把靠军之务放在百里以外 希望王师能理解 丁德玉回禀李出云 李出云又让丁德玉传话 说王师一定要过降临 高纪聪又着急不下商量 兵马副使李景威说道 王师虽然借到 恐怕会趁机偷袭我们 我愿带兵三千 在京门显奈之处埋伏 趁他们不备 勤注其上将军 然后回军再拿下张文表 到时候把张文表献给朝廷 自然是大功一剑 否则必然有 摇违起连之祸 高纪聪说道 我家之前 一直供奉朝廷 想必朝廷 必然不会如此行事 一旁的孙光线说道 中原自周世中史 就有了一统天下之志 宋兴所行举措 都是长远之计 现在出兵讨伐张文表 修如泰山崖顶一般 湖南一平 你觉得他们会再次借道而回吗 不如早早地把江土归还朝廷 到时候功也不失富贵 高纪聪听后觉得很不错 就想要按此行事 李锦维见自己的计策没有被采纳 长叹一声 唉 大师去矣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回去后自意而死 不过高纪聪也不是真心的想投降 他对宋军还是抱有一线希望的 于是他让自己的叔叔高宝银 带着牛羊美酒到金门靠军 看能否送走宋军 高宝银来到金门 李初云很殷勤的接待了他 高宝银很高兴 派人夹击回江陵 禀报高纪聪 说宋军没有恶意 这次应该可以逃过一劫 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别人的算计之中了 当晚慕容颜昭 设宴留住高宝银 李初云却秘密的带着数千骑兵 背道而驰前往江陵 高纪聪得到高宝银的信息 以为宋军真的是接到的 也就发下了心 专等高宝银回还 哪知道自己等来的却是宋军骑兵 高纪聪知道宋军来了 也指的强颜欢笑出城迎接 他在城外15里的地方碰到了李初云 李初云让高纪聪继续等候慕容颜昭 自己则带兵先行一步前往江陵 来到江陵城中 李初云把守军全部换为了宋军 等高纪聪接到了慕容颜昭 再次进城后 发现城中守军都变为了宋军 心中大为恐惧 立马把全境三周一十七线的突击 拿了出来献给宋军 至此南平灭亡 从高纪聪占据京南算起 一共历三世无阻五十多年 赵宽颖得到南平纳土的消息 自然很是高兴 派王仁善为京南勋奸使 前往监管京南 依旧受高纪聪为京南截斗使 不过这个截斗使只剩下一个名头了 另外赵宽颖得知李景为之事后 下赵后续了他的家人 慕容颜昭和李处云拿下江陵后 顺江而下进入了湖南境内 湖南这边 杨诗帆带兵征讨张文表 刚开始是受到了一些小挫折 但双方在谭州相持一个多月后 杨诗帆违胜大败张文表 重新夺取了谭州 并且活着了张文表 这个杨诗帆也是个狠角色 他捉住张文表后二话不说 直接让人砍了张文表 还把张文表的肉煮了分给大家吃 这时候宋军其实还没有到达湖南 周宝权拼了张文表 就不想让宋军入境了 就派人通知宋军 说自己已经解决了张文表 无需王师帮助了 但此时的宋军可是另有目的 哪里会理会周宝权 周宝权见宋军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心中恐惧 他召李观向前来商议对策 李观向说道 张文表已经复中 但王师却不回去 想来他们必然要拿下胡乡之地 现在高师已经束手听命 郎州势必不能独犬 不如直接归降 说不定富贵依旧啊 周宝权是个小孩子 没有什么主意 听他这么一说 觉得还不错 就想直接投降宋庭 指挥使张冲福却不同意 说道 现在我军得胜 弃势正胜 不妨和宋军决一胜负 而且郎州城防完善 就算不能战胜 也可以聚成固守 只等他们粮草耗尽 自然退去 张冲福的观点 得到了大多座将士的认可 周宝权见将士们都这么有信心 就决心抵抗宋军 辩良这边 赵匡应得知周宝权如此不失去 又前使来到郎州 对周宝权说 王师大军就尔于危难 二等反却拒绝王师 白白让百姓涂炭 周宝权没有答复 于是赵匡应下令 武力攻打 宋军这边 慕容颜昭在三江口 大败五平军 拿下了岳州 然后趁潭州不备 又攻下了潭州 张崇福亲自带兵出郎州 走到里州南 遇到了宋军 郎州军远远地看见宋军如此雄壮 军士们各个恐惧 立马就四下溃散 李楚云率军在后面追击 一直追到敖山寨 本以为敖山寨守军 会依靠大寨抵挡一番 没想到李楚云来到寨前 发现寨农守军已经弃债而逃 李楚云继续追赶 俘虏了大量的五平士兵 李楚云从俘虏中选了数十人 直接烹煮了分给军士们吃 另选了一些俘虏 在他们脸上吃上痣 放回了郎州 这些人回到郎州 大肆宣传宋军吃人的恐怖行径 这让郎州守军也恐惧了起来 大家的想法出其一致 赶紧逃跑 不过在他们逃跑前 还在城中纵火 强捋了一番 慕容颜昭 李楚云带着宋军不费摧毁之力 就拿下了郎州城 然后派人追击逃跑的郎州守军 很快 宋军就在西山 捉住了张冲福 郎州牙将汪端 在宋军入城前 带着周宝泉 躲到了城外的寺庙中 宋军入城后 四处搜捕周宝泉 汪端见藏不下去了 就放弃了周宝泉 自己独自逃生去了 宋军在寺庙中 发现了周宝泉 抓了回来 周宝泉还是个小孩子 吓得哆哆嗦嗦 直接就投降了 至此 湖南14周 并入了宋朝的版图 这时候才三月份 距离宋军拿下南平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赵匡胤派吕渝庆 薛居正等人 前去接管湖南 其中薛居正守郎州 这个薛居正 后来也是魏列宰府 旧武代史 就是他主持修传的 周宝泉被送入汴梁 赵匡胤宽有了他 并授他为右前牛尉上将军 没过多久 慕容颜昭又上周说 湖南周边的西周等地 也请命归降 至于是不是打下来的 也没有细说 有一组数据 很有意思 京南三周 户籍数是14万 而湖南14周 户籍数才9万多 可见湖南这么多年 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不仅人口少 就连征税用的杜梁恒 也都不是标准的 就是为了多搜刮 民脂民膏 京南和湖南亏降后 为了恢复生产 赵匡胤下诏 赦免了两地大量的囚犯 免去了很多赋税 统一了杜梁恒 咱们再说一下逃跑的汪端 他逃跑后 收拢残军 几个月后 聚众数万 反过来攻打郎州城 郎州之州薛居正 和郎州蜀军一起 抵挡住了汪端的进攻 汪端一看 功成失利 也不敢久债城下 就带着人马 逃到了山上 落草为寇 后来 慕容颜昭带兵围剿 很快捉住了汪端 这个汪端 本来跟着众人投降 想来也会平安无事 经过这一番折腾 他还是落入了慕容颜昭的手中 慕容颜昭也不客气 把汪端带到郎州城后 在菜市口 一刀砍了他 郎州监军 之前认为 郎州的僧人 大概有千余人 和汪端 有内外勾结之嫌 就想要把僧人 捉起来杀了 薛居正觉得 太过武断 想办法暂缓了此事 后来汪端被捉后 一经询问才知道 城中的僧人都是无辜的 这千余人 算是被薛居正救了下来 从这一点来看 文人执政 可以大大的缓解社会矛盾 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汪端被拼后 湖南算是彻底的被拼定 咱们在这里说一下 高纪冲和周宝全的尾声 以后就不提他们了 高纪冲后来任武宁节度使 镇守徐州 于公元973年 史在任上 年仅30岁 周宝全一直住在京城汴梁 直到他25岁 长大后的周宝全 被受为了并州之州 后来于公元985年去世 享年34岁 这两个人算不算善终呢 大家说说看 南平和武平归了宋朝后 赵匡印又开始打起了其他国家的主意 那他接下来会拿谁开刀呢 请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一秒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YouTuber的朋友们 订阅后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也可以到我的主页中找到往期视频 武代演绎已经更新了一百多集 估计是全网最详细的 武代社国周末历史的解说视频 创作不易真的很需要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